花蓮港边近期出现了一大群的水母 而且经过鉴定后发现 是比较少出现在东部海域的海月水母 让渔民以及当地的民众都相当的惊奇 表示从来没有在港内看过这么多的水母 专家研判可能是被之前台风的海流影响 意外的带进了港区 好多水母哦 在港内 一只只经营剔透的水母 突然大量出现在花蓮港赏金码头 收缩自如的小巧模样 让人看得好疗愈引起民众围观 这种奇特景象就连当地渔民也不曾看过 我就是很好奇啊 因为平常在海边都没有看到 一次出现这么多哦 对 那以前有这样的状况吗 很少的 以前都差不多十几只 现在好多准备都是 这一朵朵飘在水中的水母外形圆论 散源边还有许多细小触手用来捕捞猎物 而它的名称就叫海越水母 通常只出现在台湾西部海域 在花蓮是非常少见 学者推测这些水母可能是受到日前台风影响 才被海流带到华蓮港边 而相关单位也呼吁民众 不要看到水母可爱就捞回家试养 因为它的触手具有弱毒性 对皮肤会造成伤害 记者综合报道